今天我要挑战的是一边配合讲解 一边组装一台腾讯红魔6 Pro 很多小伙伴们都不相信我的专业水平 现在呢我可以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 我闭上眼睛 随便摸一个零部件 我都能呢说出它的名字 就比如这个 这个叫SIM卡卡槽 这个不行太简单了 那再来一次 比如这个 这个就是哒哒哒的线性振动马达 好了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计时开始吧 第一步我们要先找到屏幕这一侧 因为装机就是把很多零部件 安装在屏幕的这一面 之后呢盖上后盖封装 腾讯红魔6系列的屏幕 与之前一代相比提升很大 我们达到了165赫兹的超高刷新率 以及500赫兹的单值触控采样率 同时呢也是目前业界唯一一款采用 C5DSI接口的电竞屏 相比市面普遍使用的DFI接口 提升了两倍以上的传输数率 而且功耗还降低了20%到50% 10比特10.7亿色的原色屏 DCI-P3全色域 而且还获得了SGS的165赫兹 高刷新率 防脱影 以及蓝光护眼的三重认证 画面更流畅 色彩亮度更准确 长时间使用 也不会感觉眼部疲劳 屏幕的这个位置 还搭载了第六代 屏下指纹解锁技术 不论低温 干手 湿手 强光直射 都能够迅速准确的解锁手机 这一代腾讯红某6PRO的电池容量 是4500毫安时的双电芯电池 采用了双排并行的电池系统 搭配了原装的120瓦淡化加快速充电器 充电速度雷快 接下来呢 要安装喇叭这一部分 要依次安装上我们的尖键触点 以及线性马达 腾讯红某6系列的尖键触控采样率 达到了400Hz 采用行业最好的双IC触控芯片方案 也就是每个尖键独立IC芯片控制 点击响应时间快至8.3毫秒 游戏中快人一步 开进开枪 主板周围的零部件 这里最有来头的就是这颗风扇 从红膜3开始 风扇性能不断升级 这一代达到了每分钟2万转 风扇中间的就是一克重量的超轻纳米液体轴承 这颗轴承极大的减少了风扇转动时候的噪音 距离耳朵30厘米的时候仅有25.4分贝 比人的最佳睡眠分贝还要小 整个风道的结构 采用高导热系数航空铝合金材料 通过了17500平方毫米面积的风道带走热量 除了风扇加峡谷风道 还有行业最薄的VC液冷导热铜箔 导热凝胶 高导热石墨 航空级铝合金材质的散热冰刃 组成了7层多维散热系统 液冷铜管下面就是整块主板 正反面均有铜箔和硅脂覆盖用来导热 这一代腾讯红膜6搭载了高通骁龙888处理器 支持5G和WiFi6增强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共4颗摄像头 分别是6400万像素F1.8的主摄头 800万像素F2.2的广角 还有200万像素的景深镜头 每一根排线装好 盖好盖板和后盖 腾讯红膜6的后盖上 也设计了用于通风的风道 采用高导热系数航空铝合金 布局精密到了每一毫米 中文字幕提供 边框边楼 重在收口 我们快结束了 千万不能出差错 现在我们盖上后盖 怎么样 我这还是一边组装 一边讲解的 诶 屏幕亮了 开机之后 也都是正常的 那这次装机挑战 就算成功了 各位观众小伙伴 可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拆卸机器 不然失败了开不了机 就麻烦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诶 你手怎么还摆在桌子上 我都站起来了 这咱不露馅了吗